一个人离婚多久以后 才可能会把过去的山洞放下 这是一个还未结婚的朋友 问我的问题 我告诉他 事实上根本没有可能 把过去完全放下 比如说我 女儿在两岁半的时候 我和前夫离婚了 直到今年 已经十二三年了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认为我可以把过去放下了 云淡风轻的讲述过去了 但其实未必 自从孩子慢慢进入青春期 慢慢开始叛逆 我作为一个单亲妈妈 那种遇到孩子叛逆问题时的崩溃和无奈 甚至绝望的念头 一升起来的时候 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对前夫的恨 因为每一次孩子的叛逆 对自己的反抗表情 就跟当初前夫伤害自己的画面 如出一辙 就像连续剧语一样 又神一般地回放了 孩子发疯的神情 语气 完全就是前夫发疯时的三版 但是 你又不能像放弃 那段婚姻关系一样地选择放弃 你只能咬牙坚持 告诉自己 要隐忍 要转变对孩子的态度 慢慢陪孩子 度过这个危险期 当生活陷入危难 感觉作为一个单亲母亲 在这个不怎么友善的职场中 需要面对太多 不敢言说的委屈时 就又会把原因 变想到是败前夫所赐 要不是因为他的背叛所害 我怎么可能成为今天这样的身份呢 当然 也有很多时候 比如当我的工作相对顺利 生活有一顿水时 想起过往的一切 我披荆斩棘地过来了 我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大 越来越无所畏惧时 一大心底里感激过他 感激他当初的背叛之恩 感激他对女儿的无情无义 使他的绝情 让我彻底地看清楚 女儿只能依靠我这个妈妈 我必须要强大起来 我必须要越来越强大 必须要过上光鲜亮丽 富足精彩的生活 才能配得上 我这一路的颠沛流离 曾经听到过这样一句话 说一个受过伤害的女人 此生想要真正地走出来 需要遇到一个满眼 都是自己的男人 用余生滚烫的爱 才能慢慢治愈受伤的心 而老天从来都是公平的 你在一个男人身上 受到的所有伤害 一定会安排这样一个 绝对忠心的男人来弥补你 可是 因为受过一次沉重的打击 从骨子里 是很难再相信爱情的 未来的路上 要遇到一个怎样耐心的人 才能把冰封多年的真心 真正地入化